好 同学们好 那这一节课呢 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我们的这个合成嵌套的一个知识点 那么什么叫合成嵌套呢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给大家去简单的去进行演示哈 我们在这边呢 先适合一下 我们把整个的窗口呢 以及我们的段落面板呢 先给它怎么样 放到我们这个 这个这个适合的位置上面来 对不对 把我们的这个尽量的页面呢 变得更加的简单一点 我们稍微稍微去做一些简单的整理啊 把字符呢 也一样的放到我们的这个 拖到我们的这个这个地方来 好 下面的话 我们适当的呢 把它变得更加多一点 这个这个页面呢 看起来更加舒服一点 好 那么这是我们的 好 接下来我们新建一个全新的一个画布 这个画布的大小呢 一般的120乘以就是720P的 对不对 1280乘以720的 那这时候就这样的一个尺寸就可以了 没任何问题啊 那接下来比方说我要做一个效果 我做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 我们不断去进行嵌套啊 这个是合乘2 对不对 好 敲回车键 重新命名啊 敲回车键 比如说这是第一级啊 第一级的第一次叫step1吧 我们就直接用英文去命名step01 那这时候 我们在这里面要做一个什么效果呢 你比方说 我们在这里面加一个文字层啊 加一个文字叫trap 叫做就叫move 我们随便加一个字吧 对不对啊 move啊 我们随便加一字啊 move 那么这时候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字体呢 适当的去进行一个变化 没有任何问题 对不对啊 我们适当的去进行一个变化 就这个move 那么接下来 我要对于这个move啊 做哪些效果呢 好 我们这时候的话 我们把文字呢 按下s键 把这个文字适当的小一点 对不对 我要对他比如说进行旋转等等一系列的效果的施加 那这时候怎么弄啊 我要做旋转 对不对啊 那么这时候的话 我们说 我们直接的呢 把它给到一个负极啊 给了一个负极啊 添加一个空对象 然后呢 把它的负质关系给到他啊 完了之后呢 我们直接对于这个红色的去做一个 这个层的关系 直接的按下s键啊 缩放 那不是缩放啊 按rotationr键 对不对啊 比方说 我们在 4秒钟的时候 我们旋转 或者在结束的时候 我们旋转一个两圈 对不对 那这时候他有没有去进行旋转呢 哎 已经又在旋转了 但这时候有可能我还要加一些特效在上面 我要把这个边缘去做一些模糊的操作 或者做很多的效果在这上面 有可能这个层呢 那他就不能够啊 加非常多的一些效果 那这时候我们怎么样去进行这个工作呢 哎 我们发现 当这里面比如说层多了之后啊 对不对啊 我们还可以加一些什么调整层 或者比如说 我们在这地方加加一个什么加一个负尔 加一个填充层 对不对啊 叫一个填充对应的 好 我们加一个 当效果加了多之后啊 就是这个层呢 它会有一些凌乱的效果 对不对啊 比如说我们加一个啊 比较比较偏偏偏这个偏深色一点的 我们把不同明度变化一下 对不对啊 哎 把不同明度实当中去进行一个简单的小的变化啊 那这个时候 我要去渲人气愤 对不对 那这时候因为比如说像这里面当图层太多的时候啊 我就不知道要添加在哪个里面去了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好 哎 我们刚刚是不是做了一个 做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动画 哎 你看 我们在这里面是step1 我们可以把这个合成啊 直接拖到这个里面来 再拖到这里面来 哎 这个是不是就得到了step2 当然这个名字的话 你可以明明 但是这时候step1里面是不是有两个图层 而到step2里面 他是不是就看到了step1的所有效果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们把这个透明显示一下 哎 那这时候如果你比如说你要去对他做 我还要做一 不仅仅要做旋转 我还要做位移 按一下p 按一下p 好 那这时候我们把比如说其实的位置 对不对 我们加一个 加一个 然后完了之后结束的位置 我们呢 结束一下 对不对 所以你会发现在这里面 你不仅仅看到的是平移动画 你还可以看到旋转 我们来播放一下我们的这个动画啊 我们来这个播放一下 哎 你就能看到啊 这个文字成是既带平移效果 又有什么 又有我们的这一个 哦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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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旋转效果的 它的旋转效果来源于谁呢 它的旋转效果来源于step1 平移的效果来源于啊 这个step2里面的一个效果 那这时候比方说 我还想给他做一些外发光的效果 那这时候哎 我们来看看外发光啊 我们加一个 应该是灰光还是外发光啊 我们太清楚啊 因为这个 以前的叫glow 对不对 以前叫glow 发光 我们来看看啊 哎 有的 对不对 直接的输入一下发光 哎 那么这时候哎 哎 你看 这时候这个字看的是不是更加的有意思了呀 对不对 哎 看的更加的有意思了啊 这个字的话 看起来的效果的话 绝对是不一样的哎 你能不能看到哎 我们这时候来看一下这个简单的一个小的效果 哎 是不是比较好看 对吧 但是这时候我们还不知足 我们现在呢 要做很多个 对不对 我要很多个这个大小不一的 做很多个大小不一的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好 哎 好 那么这时候直接的ctrl加d 那这时候我们把它的位置适当的去做一些变化 对不对 位置适当的做一些变化出来 那你这时候你就能看到哎 他的他的位置的变化是不是又是不是又有了 能看到吗 哎 好 那么一样的我们继续ctrl加d 那这时候的话你看看 哎 我们把这个的位置呢 也适当的去进行一个简单的调整 就是把它的位置呢 哎 能看到吧 哎 他们这边的效果就非常非常的多了 就是 给你的可能性啊 非常多 能看到没有 好 那么这时候呢 哎 这个效果我们发现又比较多了之后啊 哎 我们又希望他出现一个什么状态呢 哎 又在一个层里面继续添加效果 所以你看 这就叫做合成嵌套 哎 我觉得step2这里面效果够多了 我们再嵌他一层 这个是不是就是step3 step2要对step3负责的 step1要对step2负责 所以你step3里面看到的效果是1跟2的总的效果 好 那么这时候我又要加一些模糊的效果 对不对 我们简单的去加一下啊 简单的去加一下 我要把它模糊变得 就是不是非常清楚 我们加一个高丝的 对不对 或者我们加一个动感的啊 加一个动感 因为他在运动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看看有没有这个快速模糊 找到快速模糊就相当于我们的这个动感模糊啊 直接的找到我们的快速模糊啊 这个模糊的值呢 你可以加加的多一点啊 啊 这个 这个不对啊 我们加一些啊 这个这个 镜像吧 我们主要的就是把这个效果讲一下啊 啊 加一些镜像 哎 能看到吧 哎 这个就有意思了 对不对 哎 这就有意思了 非常棒啊 非常棒的一个镜像模糊 所以你看 我现在看到的效果是不是之前所有效果的一个总和呀 哎 他方便的地方就剩余呢 就是你这时候 你合成嵌套了之后 你要不要一个一个的加了呀 不需要了 我只需要把它加在这一个层上面 是不是以前的三个对象就有效果了呀 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好 这就是合成嵌套 好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说啊 我们明白了合成嵌套的一个原理之后 接下来我们再回到这个案例里面 那比方说 我希望我对于这个warcraft啊 我加一些发光的效果 以及加一些简单的小的颜色填充 那这时候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呢 我们知道这两个层不能同时加呦 就是对不对 你不能加 那这时候怎么办 选中这两个层啊 我们也可以做一个愈合成 按一下筷子键 大家一定要记住CounterShift加C键 那这时候它是不是就变成一个愈合成了呀 好 这个愈合成里面我们要做发光的效果 我们要做一下glow 对不对 我们要做一下glow 那这时候呢 你就添一下怎么样 发光 当然这个每一个版本啊 它翻译过来的时候啊 有可能这个说法不太一样 有的地方叫灰光 有的地方叫发光 你看 我们这时候直接加到这里面 哎 你看到效果是不是已经不一样了 但是这时候我们要发一点冷色的光啊 偏冷色一点 所以你这时候要去对它呢 进行一些简单的颜色的一些设置 对不对 颜色的话 你可以适当的去设置一下 好 一般的我们说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选 比如说 你选一个a大于b或者这个 它是一个算法的问题啊 顶端的颜色等等等等 对不对 所以这个的话就给了你很多的一个颜色的循环 你等等 你都可以给啊 这个颜色我们也给一下一个比较偏冷的一个颜色啊 偏一个小冷色的 我们来看看没有加发光的效果 是不是这样的 加发光效果是不是有一些变化了呀 好 这个颜色呢 我们选择选择这个强光 看看有没有啊 选择一下强光啊 这边的还是偏白的啊 还是偏白的一个颜色啊 能看到吧啊 一般的是 好 我们把这个呢 简单的去进行一些设置啊 发光的强度 对吧 发光强度不是越高越好的啊 发光的半径等等等等 啊 这里面呢 非常多的一些值可以去让你去进行调整 对不对 我们把这个值呢 尽量的去做一下啊 对吧 好 那我们就简单的去做了一下这个效果 不一定很漂亮 对不对 啊 那么这时候我们这个 改为无吧 改为阿法通道 我们来试试看 对 改为阿法通道之后呢 它的颜色就要好很多了 对吧 颜色就要很很多 我们把这个发光的半径呢 也适当的给它怎么样 变得柔一点啊 发光的半 这个这个预值啊 发光的预值啊 不度发值啊 能看到没有 好 哎 一个效果就有了 那么这时候 如果你要对于整个画面颜色进行调整的话 哎 我们又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方法 就是把整个的画面去进行这个色彩的调整 就是做一个预和层 那有人说老是 啊 后面我们是不是可以讲到一个方法叫做建立调整层啊 但目前我们有可能还没学过 对不对 那这时候怎么办 选中这三个 按一下Ctrl Shift加C 我们把它变成一个预和层 预和层的名字 比如说我们叫做调色的 对不对 最终画面的定画面的调色啊 这个时候你看看 在我们的项目窗口里面一定是有调色这个文件的 那你这时候你完全可以点到调色里面去 你看看 调色是不是包含这三个的呀 好 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那个刚刚warcraft 这里面有一个调色 那么这个调色的话 我们说啊 哎 他就是一个预和层 那怎么办 那比方说我们要去进行简单的调整 那这时候啊 你fotoshop里面学的 那这时候在我们的ae里面也有用 因为我们把ae叫做动态的ps嘛 对不对 好 所以这时候我们来看看整个的调色 我们来加一个s形曲线 哎 你看看 它的画面感是不是就有了呀 能看到没有 哎 这个画面感就有了 好 那你甚至可以加一些冷色呀 冷色的话 我们就是剪红色 对不对 啊 剪一些红色进来 啊 先去找到红色的值 找到这个呢 偏冷一点的啊 偏冷一点的啊 尽量啊 绿色加一多一多一点 那这时候画面是不是就偏绿了呀 啊 再呢 蓝色再多一点点 好 这时候选中蓝色的设置 啊 所以你看这个画面的话 现在的跟之前的颜色的变化的话 又有些不一样了 能看到吗 啊 你甚至你可以加什么色相 饱和度啊 等等等等 都可以去进行一个加取啊 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一节课主要讲的一个合成嵌套 我希望大家能听明白 好 非常感谢大家的学习 我们这一节课呢 就跟大家聊到这个地方 我们下节课再见